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豪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对角要各开一扇窗,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餐点分贝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冬天到了又是吃火锅的季节 基隆一家五星级饭店推出了主厨鱼夫锅 用10道深蒙海鲜搭配6种异国沾酱 一日酸碗锅的方式 让消费者既品尝到海鲜的鲜甜 又能沾酱享受异国风味 每日限量10锅晚来可就吃不到 这个基隆在地的黄金蟹 我们先摆那个黄金蟹 再摆这个生蚝 再摆这个扇贝 主厨将黄金蟹、生蚝、扇贝、牛奶贝等依序摆上锅 这锅采用基隆在地生蒙海鲜的主厨鱼夫锅 因为食材丰盛被吸称是痛风锅 因为毕竟基隆也算是一个海港 所以我们也最主要是要选在地的 那个最新鲜的海鲜给客人 和市面上的鱼夫锅不同 主厨鱼夫锅采用日式算算锅方式 消费者将海鲜夹进滚烫的柴鱼昆布高汤 算两下就可以品尝到食物的鲜甜之味 我确实是有一点像火锅 但是我这个也有马上换成一个日式的刷刷锅一样 因为这个海鲜其实烫一下就很快就熟了 也可以吃到它的原味 也不自己说煮的 因为有的火锅你可能通通加下去的话 可能越煮越老 吃起来就会彩彩的 没有那个甜美 更呛的还在后头 煮出特调泰发每日一含六国酱汁 让消费者可以一致品尝多国风味 其中法式塔塔酱更加入基隆特有的飞鱼卵 风味独特 因为以法式塔塔酱来讲 我们就是感觉上就是很普遍 但是我加了在地的飞鱼卵下去 吃起来会口感会更Q弹 就是也会吃到口里会啪啪啪啪的感觉 饭店主厨也推荐与这六种酱汁搭配的海鲜 这个是用红杆下去炸 所以我会建议客人给一把炸辣酱 建议沾这个泰式炸辣酱 共我会建议炸韩式辣椒酱 透透用意大利青酱 因为意大利青酱是我们在炒意大利面的时候 常常都会加一些后头来下去煮 几倍你可以沾这个美食鸡 出菜方面可能在里面就是我们马上做的最好的 酱料多微风的渔夫锅 让消费者越吃越上瘾 嘴巴根本停不下来 我觉得吃起来很有趣 就是每一种海鲜搭配酱的不同变化 嗯 然后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很喜欢这里的这个青酱 就是它跟外面一般水水的感觉 它味道就是很浓 然后我刚才是把它搭配蛤蜊来吃 就觉得 诶 这是很搭 更离谱的是这一款主厨渔夫锅采预约制 每日限量供应食锅 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 渔夫锅它强调的就是新鲜 那如果在饭店要享用渔夫锅的话 建议客人来之前都要先预约 打电话到饭店预约这个渔夫锅 它每天限量是食锅 那提供的时间是从下午的两点半 到晚上的八点半 在十九楼的咖啡厅都会有这样的服务 尤其搭配附赠的啤酒 加上可以边吃锅 边在饭店十九楼欣赏 基隆港区无敌海景 因此主厨渔夫锅推出后 几乎供不应求 只要体验贵族般享受的渔夫锅 手脚可要快一点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导 现在国旅阵旺 抢攻观光大饼 基隆市政府邀集的十二家在地餐饮业者 用基隆土蜂蜜 山药 树莓 黄金蟹 透抽等三海食材 设计了十五道料理 邀请大家相约 一起来基隆玩 满满一锅的海味 有黄金蟹 透抽搭配蔬食 既用知名的渔夫锅 挑动高克味蕾 而文明全国的冠军海味炒饭 用台湾地图做造型 米粒融合在海味里 粒粒分明 但唯一不变的是 坚持选用本港食材 主要是我们基隆的咸小卷 还有虾米 还有鲨鱼烟 有新鲜的海产 当然也有山产 基隆马林山区出产的山药 结合烘焙业者 制作山药玉泥卷 山药搭配奶油 爽口不油腻 山药为主 有80%的基隆山药 20%是用鲜奶油去做调和 而被选为国宴入菜的 基隆树莓 制作成树莓奶酪 土蜂蜜制成千层蛋糕 每咬下一口 都是满满好滋味 口感刚刚好 也不是会特别甜 它的蜂蜜觉得很 很饱满的感觉 爬上入口 鸡化 鸡融化 基隆最有名的 这个在冬天就是山药 基隆有原生种的山药 虽然量不多 但质地是最精良 而且通常都是 销到台北的 这个日本料理的餐厅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冬天来基隆 就可以享受不一样的 这个品质最优良 行销基隆山海的优良食材 基隆12家在地餐饮业者 用山海食材做出 15道料理 要将基隆的山药海味 一次推荐给大家 这除了有大餐之外 有锅品 我们甚至还有特色的料理 跟我们的甜点 还有饮品 那这些我想 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料理 一般来讲料理料理都是中餐 我们还有中西合并 所以在这些优质的食材 我们透过我们有12家店家的共同合作 让我们创意出很多很特色的 基隆是山海城市 有新鲜海产 更有精致的山药 树莓等精致农业 市安府邀请了料理达人大集合 三线海鲜 吸手合作 要拼基隆的冬季观光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你有尝过分子料理吗 经国学院餐旅厨艺系 在经营食物课程上 以中西合并方式 展现基隆在地食材的美味 让与会来宾眼睛为之一亮 广东泡菜卷 右香炙烧牛 凉粉卷鲜酥 一次排开 依序品尝 开启顾客味蕾 以中餐餐点 搭配西式摆盘的 还有这菌菇爆鸡汤 以口感层次丰富的蒸蛋为基底 香菇鸡汤汤头在上 不只暖胃 更能感受多元的好滋味 而展现基隆在地海鲜鲜甜的 还有这道橙香小卷沙拉 搭配新鲜柳橙和紫酥 所调配出来的酱汁 让海鲜的好滋味大跳跃 我们是用小卷 那就是现在是盛产的小卷 那我们是用 一点七味粉跟一点盐跟糖 去做腌制 腌制之后去用烤 烤了大概全熟 然后它是会带一点嫩跟一点水分的 我们第一个主菜是肉类 是鸭腿跟脆皮猪 那鸭腿是用中式的卤的鸭腿做饱 但是我们是用西式的油风去做 所以它的会非常的嫩 但是它有中式的酱油香跟药材香 那脆皮猪的部分 我们这是把皮去掉 留油脂 那让油脂去烤出它脆脆的感觉 那也不会过硬 对所以做一个口味上搭配 那我们配的主菜 淀粉配的是米糕 米糕是酱香米糕 用少许的香菇跟虾米去跟酱油去做 那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香菇香跟酱香 海鲜的部分 海鲜我们是使用剥皮鱼 因为现在基隆盛产剥皮鱼 那我们是用日式的味噌去腌的 那提早腌好提早把它刮掉 它就不会太 味道太重 那虾子的部分 我们是以碧碰糖的方向去发想 另外在甜点及饮料的部分 分别是由各大赛中 夺得金牌的同学负责 像这利用分子技术 将咖啡转成不同形态的咖啡波波 加入热带水果香蕉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杯是奶香咖啡波波 然后它是用分子料理技术 那用分子料理去把咖啡的液体 去把它结晶化 变成不一样的形态 那再搭配牛奶跟一些香蕉 去做的一杯特别的饮料 还有这模拟橘子的茶香柳橙慕斯 以水果茶作为发想 清爽的酸甜味 富含浓厚的尾韵 令人难忘 那这一桌的选用的话 是使用伯爵茶跟铁观音 然后去做一点比较浓茶跟水果搭配 那水果是选用我们当季的柳橙 然后去做一个选用 那旁边的话是做一个 枫糖香草的冰淇 那可以附有一个浓郁的香气 那有一点酸甜的口味 然后让客人的话 在吃完煮菜之后 可以有一个非常爽口的 最后一个最完美的结尾 跳跳跳 那我们这次的餐会 每个人在这餐会之前 都有去一年的实习 那我们将这一年实习 所学的技能 都可以整合结起来 这场成果发表会 集结了各路好手 同学们在四年学习中 征战各大赛都报经而归 加上实习经验 而展现出来的成果 受到老师的肯定 今天的主厨还有甜点的部分呢 都是一些参加国外竞赛的选手 而且是非常优秀 那他们在餐点上面 也展现了很非常细致的手法 简单高贵大方 这就是我的定义 有新生活赛 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的 厨艺区的学生 他往这个方向走 我心里很安慰 好的产品 还要有好的行销策略 与销售管道 透过这趟餐厅经营食物课程 让孩子在经营中与社会成功接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市港都城市 为了让国中小学生了解海洋环保的重要性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特别举办了第一届海上吸尘器竞赛 国小组怪亚军赛 由港西国小的大嘴怪对上了信义国小的牛角兽 最后大嘴怪力压牛角兽 由港西国小拿下冠军 大嘴怪对上牛角兽 两边的海上吸尘器船 谁也不让谁 就是要吃掉模拟漂浮在水上垃圾的塑胶球 谁吃得多 谁就是赢家 这是由港西国小 水剑龟战队对上信义国小环境保护队 争夺国小组的冠亚军大赛 两边操控海上吸尘器船的小选手都超强 在教练指挥以及同学们加油下拼命吃球 这是为了从小砸根 让国中小学生了解海洋环保的重要性 基农市政府教育处特别举办首届的海上吸尘器竞赛 由同学和老师以及教练 共同设计最有效能 能吃最多垃圾的遥控或是线控的海上吸尘器 我们基农是一个海洋城市 学生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我们的海洋里面 它不时会有一些海洋废齐物 所以我们就引导学生 利用它在学校所引导的智慧教育 每个超多的这些知识跟技能 整个可以捞捕海上飞机物的船 所以大家有看到海洋里面坐过来船 行行各自于地 参加的十所国小都设计出各自不同的海上吸尘器 而在国小组冠亚军比赛方面 最后由港西国小略胜一筹拿下冠军 信义国小屈居亚军 因为港西国小在设计上实在很棒 略沉于水下的香网设计 像其的大嘴巴直接吃球 吃完了直接把香网拿起来倒球 再放回水上继续吃球完全不浪费时间 而形状像是水牛角的信义国小海上吸尘器 材料清移动速度快 但是输在吃完球后 还需要由同学把球捞起来计算 时间上就浪费许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迎接圣诞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点亮 位在医院中庭高6尺的圣诞树印记 需要让看病的民众 家属 以及医护人员都能感受到 圣诞节温馨 平安 健康的气氛 迎接一年一度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在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 秘书林玉文等人亲自主持下 特地点亮位在医院中庭高6尺的圣诞树印记 并且请私立博爱仁爱之家 以及基隆医院日照中心多位长辈住民们一起表演 活动脑力和筋骨 特别的是为了防范新冠肺炎 今年点灯大家都得戴上口罩 共同防疫一起点灯 也希望让看病的民众 家属以及医护人员 都能感受到圣诞节温馨 平安 健康的气氛 是一个爱的季节 特别在我们2020 COVID-19 大家今天是很特别是见证历史的一刻 大家都戴口罩点灯 从来没有过戴口罩来点圣诞室 就表示我们还是很多的挑战 那为这个要讲心愿 心愿是希望所以COVID-19赶快结束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很平安的很顺利的很健康的这个生活的步调 那第二个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要点灯的圣诞节 我也要祝福大家 就是有平安时乐在我们的心中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进一步表示 圣诞节是感恩的季节 一直以来以基隆市民的后处逼 照顾好民众的健康自诩 提供民众及重症的医疗照顾 以及做好长照 营造健康社区为使命 期望圣诞节的平安喜乐 充满在医院各个角落和民众的心中 更期盼大家共同做好防疫措施下 新冠肺炎疫情早日消弭 民众健康平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海洋大学及北陵路一带道路S型弯道 造成车祸事故频繁 金融市议员张元祥建议节湾取值 金融市长林又昌回应表示 已经与中油高公司和海大达成的共识 将共同开发夜观土地 海大校门口S型弯道也渴望节湾取值 减少车祸发生 市长也参与 有提到中油油库很开心能够跟中油港公司 把这一块闲置的场域能够在未来有机会配合 正兵和平岛地区的发展能够有所来使用 而不是一直闲置空荡在那边 然后你还提到一个弯道取值的概念 我想请教你 你的概念是什么 怎么样让海大的 当然我非常感谢 也认同你对海大这两万多的学子 那真的不是少数 比起我们当地地的居民 户籍数大概就是占了一半 我们大概中正区五万的人 海大就两万的人 每天在那边走路寒暑假不要算 所以旁边几乎是店家很多 那我最近也在跟交通处争取 要多划设一条板马线 他们现在滨海校区的大楼又新建完成 滨海校区的学生数与日俱增 所以从滨海校区 我说滨海校区是工学院 工学院走到操场 这边还需要一条板马线 人行穿越道 因为两万多人的学子 如果那个地方的车祸发生率 我想处长市场常常有耳闻 那也很庆幸现在市长跟海大 有越来越多的合作 所以我想请教你 说弯道取直 你所提出来是什么样的概念 让我们可以知道 海大门口的节弯取直 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因为那个北宁路的 那个弯道时代不太自然 所以它在海大的校门口造成 竟然就是比较多的这个车祸 那日前海大校长也来拜访我 我也特别跟他提到这一点 所以未来如果规划出来 然后取得共识的话 我们希望把路行做一些修正 那这个也会从 如果从东北角这边过来的话 要转进去色寮桥的时候 也才不会像现在要转一个 超过这个反正 大概是一个逆向的一个弯道 转到色寮桥里面 我们会让它比较顺品 那另外从这个 北宁路那边要往东北角去的时候 在那个路口不会形成一个 类似像S型的这种弯道 那会让交通比较顺 第二个也会让整个的 这个学生 或者未来的这个游客 会比较安全 所以这个大概是 初步的整个一个构想 那规划完成之后 当然也会在 除了我们三个单位之外 也会找海大 然后也会跟地方来做共同 我想这个对整个 海大还有和平岛周边地区 会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规划案 跟很关键的一个一步 台北市即去年领先全台首创 穆斯林友善景点辅导认证 今年又新增三处观望景点 以及11家穆斯林友善旅馆 虽然国际观望受到了疫情冲击 台北市政府仍超前部署 积极辅导业者 提供穆斯林游客友善环境 虽然国际旅游受到疫情冲击 但台北市政府超前部署 今年新增阳明山国家公园 关渡自然公园 以及剥皮辽历史街区 三处穆斯林友善景点 并且举办说明会 辅导景点与旅宿业者 通过穆斯林友善认证 我们到目前有90个点 那这90个点当中 尤其像旅馆 旅馆业在这一波里面 台北市的旅馆业是受到影响最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也谢谢相关的这些旅馆协会 等等大家一起努力 那不断的还是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 所以今年又继续又增加了 这些旅馆也好景点也好 他们都是还是维持相当相当的热忱 那希望说在疫情到一段落之前 我们就都准备好 在穆斯林友善旅馆方面 除了原先获得认证的43家 这次新增了11家 总共54家的旅馆 可提供近200间的客房 在软硬体方面 业者也下足功夫 提供哈拉认证餐点 以及符合穆斯林旅客需求的客房设施 我们专门为穆斯林的贵宾准备的 这个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 十分必须的就是一个专门的膜拜坛 然后以及还有这边是一个 礼拜的时间表 供穆斯林的贵宾做参考 以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朝拜的一个卖家方向的指标 我们都会把它设置在 集中在床头柜的这个地方 那另外在厕所的部分 我们一样就是所有的客房 都有配置免制马桶的一个部分 根据万事打卡 2019年公布新月平等 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 台湾首度挤身 非伊斯兰组织国家的第三名 北市府积极推动穆斯林友善环境 希望在未来恢复国际旅游后 能够赢得优势 抢先吸引穆斯林游客来台北游玩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咸香下饭的客家小草 深获民众喜爱 为了推广客家菜 各会首度举办 2020客家小草全国争霸赛 客家籍艺人曾国成也化身 行男大主厨 示范料理客家小草为活动宣传 船上花布围裙 艺人曾国成化身行男大主厨 与民厨秋宝郎 PK客家小草 现场香气四溢 让民众口水直流 客家小草对身为客家人的 曾国成来说 就是一道开胃 又充满家的味道的料理 我要说舌尖上的客家 我当然是从小吃客家菜长大 客家汤圆 客家板条 那绝对不在话下 客家小草一个是 非常代表客家精神的 因为里面什么都有 客家人其实还蛮重视营养的 而且吃的呢 是能够让你开胃下饭呢 好下田工作 我自己从小就觉得吃到这个就是特别有家乡味 为了推广客家菜 客委会以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料理 举办2020客家小草全国争霸赛 邀请客庄主厨们来厂厨艺大PK 宣扬客家特色也带动餐厅消费 这一道菜大概是客家菜里面 几乎是唯一被冠上客家两个字 所以那个识别度非常高 那另外一方面在客家人的生活里面 小草其实是跟着我们碎石祭 那么祭拜的三生 最常名的食材 那就可以来做的一道菜 层次很丰富很多元 那它也反映了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方式 希望未来得奖的 这个名列前茅的餐厅 都能够受到全国民众的欢迎 到客家庄来吃客家小草 2020客家小草全国争霸赛 总奖金高达69万元 分成餐厅奖及在地风味人气奖 两大奖项 即日起报名至12月8号 欢迎客庄餐厅业者踊跃报名参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众手瞩目的台北最嗨 新年城2021跨年活动 由台北市长柯文哲 与创作材质萍致 同步点亮七大装置与周边街道灯饰 宣告系列活动正式起跑 在众人的期待下 透过创新的MultiView多视角技术 同步点亮七大装置与周边街道灯饰 宣告台北最嗨新年城2021跨年活动正式启动 在跨年晚会中将带来演出的歌手萧秉士 也在记者会中抢先开唱炒热现场气氛 尖叫声在哪里 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还有这被射手舞熟悉的 跨年晚会的演唱啊 风雨无阻 刚刚你自己讲到说 即便是跨年 如果说真的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对 反而对你来说也是很high的 我觉得每次一份最好的 到明年1月1号前 在内湖区大湖公园 中正区北门广场 松山区民生公园及三明圆环 大同区永乐广场 大安区永康公园 士林区天母运动公园及市府周边 都设置有装置艺术及灯饰 搭配一连串的活动 让民众周周有得拍有得玩 12月5号星期六 在北门广场有涂鸦 12月6号礼拜天在民生公园 有咖啡手作市 再来12月12号 永乐市场怀旧市集 12月19号永康公园 有亲子夜旦手作市集 12月26号天母运动公园 也参趴 那当然最后就是 12月31号 这星期四 今天的跨年是在星期四 那就是在我们101以上 今年观传局在跨年晚会 也将首度出动双导播 除了精彩六小时不间断的转播 也独家提供Motiview 多视角功能 让没有来现场的观众 可以选择喜爱的角度 收看晚会节目及倒数烟火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T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旗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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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